被这个枪打中是什么感觉 在这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枪 严格的来讲这其实是炮 叫做M61A1火神航炮 广泛装备在美军的战斗机上 拥有每分钟6000发的射速 使用20毫米子弹 这种子弹每发价值27美元 也就是说火神航炮开一分钟就耗费16万美元 真正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今天的测试很硬核 是要看火神航炮的威力到底如何 当然这航炮不可能手持 绿巨人来了也拿不住 美军又不可能把飞机借给你去测试 只能把航炮先拆下来 这是它的子弹 看起来能装一瓶矿泉水 由于航炮发射是要靠电驱动 所以要想测试 必须要把它固定在某处 所以大哥们想了个办法 把这门航炮装在一辆丰田普瑞斯上 先测试下功能是否完整 装上航炮的丰田要是能合法上路 今后再也没人说你的车肉了 妥妥的公路闪电 先来看一下上车效果 火生航炮果然名不虚传 开炮的瞬间挡风波里都被震碎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它击毁目标的能力 首先是凝胶 通过慢镜头看到 凝胶在接住子弹的一瞬间已经不成样子 可见火生炮的威力有多大 凝胶的前端子弹只打出了一个小眼 可后面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缺口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要是人挨上一下 不得轻一块紫一块 接下来看防弹玻璃能不能扛住火生航炮的威力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坚固的防弹玻璃在火生航炮的威力下也碎成了渣 足足九层防弹玻璃 但在火生航炮面前什么也不是 那么军用的防弹头盔能不能扛住火生炮的威力 一起来看一下 没出任何意外防弹头盔也被打坏 但整体还算比较完整 可即使头盔能保持完整 你如果中了火生航炮的一颗子弹 冲击力也会将你的头和身体分加 那如果用火生航炮打汽车呢 汽车能不能扛住 找来一辆二手捷豹 看一下测试效果 只是轻轻的一个点射 面前这辆捷豹就瞬间起火 真想看看火生航炮火力全开的画面 那军车能不能扛得住呢 这是辆美军常用的汉马越野 在很多电影中都能看得到 这辆车可以很轻松的防御子弹 挡风玻璃甚至能防御坦克炮弹 那么它的挡风玻璃能不能防住火生航炮 通过慢镜头能很清楚的看到 汉马的防弹玻璃被火生航炮的子弹轻松击穿 要知道火生航炮的对手可是装甲车 军用的汉马肯定不行 那么真的没有东西能扛住火神航炮吗 还真的有 这是一块钛板 钛被称为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 看看它能不能扛住火神的威力 可能太快你没有看清 通过慢镜头不难发现 火神发出的子弹 在接触到钛板的一瞬间 迸发出绚丽的火花 而钛板看上去非常完整 接下来的几颗子弹 也同样没有对钛板造成伤害 只是被冲击力击飞了 看一下被击中后的钛板 表面上有两个大坑 但背面没有一点点痕迹 所以说只有钛能扛住火神炮的威力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钛这么坚硬 为什么不用钛来制造装甲车呢